人文指示部落返乡创业的年轻职人 自动发起的市集活动 不要会获得消费者不错的回响 市集活动发起人李美佳 非常感谢部落青年职人的共识 还有凝聚力 而部落青年职人也为正后低迷的 花莲部落产业观光 注入一股新量能 正后的花莲观光一片愁云惨物 泰巴朗部落返乡创业的青年职人们 则化被动为主动 发起了谁在桥上市集 凝聚青年共识与力量 为部落开创产业推广行销的桥梁 其实有客人喝 他说其实喝得饱 对然后就之后我们只要出来展摊 那个什么样单会都会说 都直接说可不可以 一定要卖红糯米奶茶这样 对然后也谢谢这个 谁在桥上市集邀请我们来 那因为哥哥他们希望 我们虽然我们都很常 大家都出去外面摆市集 但是因为没有在自己的部落里面 举办了自己我们所以让每个人 去回来所让更多的部落里面的 不管是长辈或是年轻人看到 其实在部落里面有更多的能量 或是更多的职人 或是达人等等之类的 其实在部落是不错的 或是其实这个东西在 不是传统的一个农作物 或什么它其实有不同的意向 可以去做呈现 除了有泰巴朗指标性的红糯米产业 以及阿勒勒代餐饮代表社坛 香亭 也有返乡创业的面包师 烤鱼达人以及竹藤编等手工艺之外 现在桥上市集也有精油按摩 舒压以及礼法 谈味十分特别 我觉得部落办这个市集是很好的 然后就是一方面 其实部落也很久没有像这样子 这么有一个很活络的一个活动 然后也是希望说 它可以之后可以比较常态性的 就是去举办 然后让大家说 就是有一个地方 好好的认识大家 对 希望它可以一直办下去 我在这里 因为我在台北有做那个按摩的服务 对 那因为这边是第一次摆摊 那因为我长期在台北工作嘛 然后就是部落这么大 然后我都不太认识大家 那因为今天我总会来摆摊 是就是可以透过这么多的摊位 然后可以认识部落的人 实在桥上市集活动有餐饮 有工艺 有书摊 更有按摩 家庭 理髮的摊位 现场宛如泰巴朗部落 现实生活的缩影一般 活动发起人李美嘉表示 这全都是部落青年职人 自发性的支持参与乡挺 希望在正后也能把泰巴朗推展出去 我自己不敢想说 这个市集好或坏 我都要坚持下去 因为别人的市集也是从 这个困难度开始慢慢起来 原本只是部落青年职人 一个简单的发响 不料却获得消费者不错的回响 也令部落青年振奋信心大增 人若精彩 天子安排 泰巴朗部落青年职人 产业正盛开 要为正后的花莲部落产业观光 注入新能量 吸引飞舞的蝴蝶前来与部落共舞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继继继续